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2024到2025赛季 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 常规赛第一轮 北京汽车对阵福建安西 铁观音女排的比赛 这也是本赛季排球超级联赛的 一场揭幕战 为了各位更好的收看比赛 我们是邀请到了 前中国女排的队员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颖 担任解说嘉宾 李指导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本场比赛的 北京吹响了 比赛开始 后面右侧是北汽女排 后面左侧是福建安西铁观音 这个18号是接应选手叶莱娜 9号是主攻手贝吉奇 另外就是王梦杰 对 王梦杰一转会到 北京队之后呢 应该说北京队的后防线上 能提高一大块 对 北京队好多都是1米90的身高 嗯 在猜一同还是二传 打手之后变现了 17号黄凤 他也算是福建安西铁观音女排的一位核心进攻人 还是硬打 好球 这个福建队的反击 好球啊 这个二次还是挺有隐蔽性的 21比22 今夜发球 好球啊 这次是福建安西铁观音是先拿下了第一局 好球啊 这次是福建安西铁观音是先拿下了第一局 1比0暂时领先北京队 1比0暂时领先北京队 好球啊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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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樊凤ون 加油 加油 防守 防守的效果确实还不错 这个球都能起到三米线之内 福建这个快攻打得就比较流畅 福建队有反击机会 福建队还是挺会过渡的 福建队就是不好球我不失误送你 其实也就是不失误 北契队也能够防到三米线里边自己去组织 没错 继续换上2号申宏毅来替补发球 遗传不错 福建队防守还是很不错的 对 无功 看北契的组织 对戴手腕 踢不发球 球发得还不错 冲进短球 但是有点失配了 这个好在庄宇山调整的好 这样的话26比24 福建安西铁观音又拿下了第二局 这两局都是只赢了2分 进发球 轻掉 你看 这出现反击机会 攻传之间又没配上 是的 普京这样打的话是非常吃力 很难打 所以也把这个福建安西铁观音的体系 给支撑起来了 出攻要是不高 打得快的情况下 他第二点的战术也好打 可是北契队其实在某一阶段上 他是有点发懵的 他没有这个 来应付福建队的这种章法 对 北契这边终于是换接应了 这应该是把圣宏毅给换上来了 左手进攻的接应 97年出生的 三位平拉开 出王了 对 自吃太多了 东一个西一个 对 所以这样丢下去之后呢 场上整个各个环节都丢了 心里都慌了 充分地跳起来发上力 哇 这个北京北七准备反扑了 打出一个小一段小高潮 对 再给庄宇山 哇 这篮网得分了 大逆转 26比24 北京北七在第三局的局末阶段上演了一个大逆转 就了三个赛点 打了一波小高潮 带走了第三局的胜利 由于치가 声援 延转 帮连真的变好了 庄里山虽然这个申红意义 虽然打不死 但是我不丢 对吧 我不送分 有本事你来打我 所以我们说在排球比赛当中 就最破坏节奏的是什么 是失误 对 拖手接应 这个强攻又被北京北七给直接拦死了 然后给对方压力之后对方自己出错了 对方现在打得不好 是 跨远性拦网 今夜四二位强攻 20比15 虽然有失误打不死 但是关键分上 甚至是在过程当中都很敢打 对 很果断地打 哇 重控防起来 又打下来了 对 这样的话25比20 北京北七又拿下了第四局 这场节目战前四局打成了2比2平 而是从第三局的后半场 应该说北京队对福建队的2号位的强攻的拦网 成功率就提高上来了 嗯 这球二传强的不错 对 好防守 三位高球 自由人单臂的一个防守 这个球配得好 福建队的防守 应该说 防的节奏和倒率也很高 对吧 这个球就能防到位了 这个球就能防到位了 这个斜线球应该是界外了 应该是界外了 这样的话决胜局的比分最终是定格在了15比10 这场节目战最终是福建阳西铁光一女排 以3比2战胜了北京北汽女排